運動、化妝都可以令人的外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如果不動的話,身體的結構就很難可以有改變 研究發現為傳學和人的性格色色相關 還可以影響到人們感知世界的方式 我們不妨照一下鏡子,了解一下真正的自己 在2013年,研究人員收入了1700張鼻子的照片 並將鼻子分為14種不同類型 然後將鼻子形狀和不同性格類型連繫在一起 鼻子比較長的人事業心較強,通常都是原味主義者 而鼻子短的人比較穩感,但也很忠誠 他們更重於感情,認為家庭更重要 最後,鼻子尖的人善於處理感淺 念型 人念的結構複雜 犯罪人類學的創資人認為 可以通過罪犯的念部結構去判定犯罪的類型 在2014年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要求160位受試者 透過照片評估80位男女的智商 研究結果發現,念場的人通常都會被認為智商高 而練習的人會比較敏感 研究還發現,念闊的人更容易對人產生偏見 但成為社會精英的機率比較高 同孔的顏色 科學家研究了428個人的眼睛 以及他的性格特徵 結果發現,性格和眼睛的結構都跟大佬顏葉有關係 而大佬顏葉負責形成人的個性 中式眼睛的人非常聰明 是天生的領導者 深中式眼睛的人比較內向,氣質神秘 淺藍色眼睛的人內在力量卻大,競爭力強 深藍色眼睛的人體力很強,個性也比較敏感 眼睛形狀 面部表情專家認為,眼睛的形狀可以準確揭示人的隱藏性格 眼睛較闊的人表現力強,情感充沛 也很重視細節,做事也比較謹慎 眼睛較大的人心胸開闊,聰明,柔善 眼睛小而闊的人往往都是完美主義者 眼睛深陷的人比較敏銳,很神秘 恨人形狀眼睛的人非常浪漫,喜歡激情 嘴唇 嘴唇可以揭示人處理感情問題的方式 還讓大小嘴唇的人在一段關係中更獨立 不喜歡戲劇化的愛情 嘴唇厚的人很會照顧人,重視其他人的需求 嘴巴長的人很慷慨愛向,願意滿足愛的人的需求 嘴唇薄的人喜歡獨處 嘴唇也喜歡被人認同 嘴唇骨 這是人臉上最具吸引力部位之一 臉部膠闊 嘴唇骨較厚的人高顧同較高 研究發現,這類人的性格很有侵略性 都很容易有暴力傾向 除此以外,嘴唇高的人也比較惡猛 嘴唇 手指 手指長度 是人在子宮中所接觸的高軟激素含量的外在表現 無名指比起食指長的人更加有吸引力 無論在個人生活還是職業生涯中 都會願意無更大的風險 食指比無名指長的人令動力很強 無名指和食指長度傷痛的人 很懂得去找平衡感 是一位很好的聆聽者 手 每對人手的結構都是獨一無二 我們不妨嘗試舉起慣用手 手心面對自己 如果你的手指間距超過0.5公分 那就說明你是一個喜歡探索和嘗試生事物的人 如果手指間距比較少 就證明你是一個謹慎 組織能力比較強的人 由身體結構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觀察一下自己 也觀察一下身邊的人 我們不妨用全身的眼光 了解一下隱藏的性格